Hello friend 我有一个之前买东西的账单 马上要还钱 I have some credit card payments due soon But I don't know if it's my wifi 一千个人里面只要骗到一个 那就赚到了 The payment cannot go through I have the payment QR code Can you help to scan and pay first 你看了那个视频就感觉怎么样 是可以相信啦 但是讲到QR code就真的是免贪 就是有钱就是免贪 对对对 我可以请你吃饭啦 但是不要跟我借钱啦 你总是会想起这些歌曲 你会想会发生什么 因为我希望人们能听到这个 但它属于那个时候 腿都可以讲中文 而且讲得这么自然 这用的是什么技术 这个技术是利用AI人工智能 然后通过深度学习跟影音合成 达到了可以换脸 然后声音伪造 然后生成数字人等效果 它生成之后 你要它讲什么都可以 身为诈骗视频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 其实根据科技公司Sumsup 发布的2023年身份盗用报告 全球的身为视频数量 已经增加了十倍之多 其中亚太区增加了1530% 那新加坡也增加了500% 就拿你来说 你主持的视频在网上 很容易找到的 要做一个你的诈骗视频 其实易如反掌 说是这样说啦 可是现在谁不知道 诈骗的新闻啊 不只是电话诈骗跟网络诈骗 我相信很多人 还是可以识别出身为视频的 然后我们之前呢 就发布了两个视频 到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去 其中一个呢 就是身为视频 你看 百分之七十九的读者呢 就能够成功的识别身为视频 那只有百分之二十一 是选错的 那看来你很有信心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去找专家 帮你制作一个身为视频 然后让你身边的人来看看 他们能不能识别出来 你去吧 一群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因为我想制作一个 就是我的主持搭档 找人借钱的这样的一个 deep fake的视频 你可以帮我做到吗 没有问题啊 我只需要他的视频和声音就可以 我已经发给你了 你看一下吧 好 明天有没有抢心看呢 明天有抢心看 不过不是我 太好了 是这样略显浮夸的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就是 它的分辨率比较低 比较模糊 然后它声音背后可能有一点噪音 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的 尤其是像Kin这种公众人物 因为他是主持人 我们还可以在YouTube啊 或者是他的社交媒体上啊 找到很多关于他的视频 还有声音 所以其实是可以做到更好的 如果我们要有更多的视频的话 那会需要一个非常厉害的计算机吗 还是说其实你们自己的电脑就可以做 我们用这个电脑就可以做 因为现在GPU技术的发展 比如说Invidia的技术的发展 我们可以在大的GPU的机器上 去训练一个很强大的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呢 可以直接拿在 像我们这样一台家用的电脑上去运行 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 就可以做出来一条deepfake的视频 这样我明天再来找你 好 没有问题 我的同事呢 用我的脸呢 做了一个声纬视频 就像我们在网上看到 李显龙总理跟 黄勋才副总理的视频这样子 你快点来叫我们要讲破解 好 那我们就一起先来看看 总理的视频 我们要特别关注 总理下巴附近的区域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有非常明显的 有声纬生成的 不自然的阴影 哦哦哦 看到了 对 这就可以帮助我们辨别 它是一个生成的视频 诶 那黄勋才副总理的呢 副总理的视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一边的眼镜镜片 是特别明显的 但是另一边却几乎消失了 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 它有一个 非常明显的不对称的形象 而且刚才你教我们要看下巴 这一边下巴好像也是挺明显的 对 而且我们可以关注 它嘴唇的运动 你可以看到它嘴唇 有一种不自然的感觉 像撕裂了一样 这也说明它其实是一个 伪造的视频 你刚刚教我们的是 用肉眼怎么识别吗 对不对 可是像科技那么发达 肯定也有方法 可以用科技来识别的呀 对 其实现在很多研究者 也注意到了 有一些人会利用 身伪造假去骗人 所以他们会要求 加上他们自带的水印 去告诉大家 这个是伪造的 帮助他们进行辨别 我们的团队 最近也做了一个 类似的项目 叫做DERFAR 它可以通过一张照片 跟一段任意的音频 自动生成这个人 在讲对应内容的视频 同时在产出这个视频的同时 我们会加上我们专属的水印 来说明它是由我们的技术 所生成的 因为那我其实可以把这个水印 给弄掉啊 对 但其实除了这个 看得见的水印以外 我们的算法在生成视频的时候 也嵌入了一些 看不见的水印在图片里面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追踪 看我们的算法 到底有没有被滥用 对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看不见的水印到底是什么 你看这是看起来像是一张正常的照片 但是其实如果你经过算法之后看到的是 This video of photo was created using derfa by 无容量 就知道说这个其实是用你们的系统 产生的一张照片 但是这个也只有你们有啊 对 现在的话就是各个技术者 他们会以自己的方法来加入自己的水印 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方法 就我们希望后面也会有统一的标准 来添加这个水印 来帮助人们更好的识别 它是不是伪造的 问题就是 如果现在鉴别的方式都不同意的话 我们作为用户 难道就无能为力了吗 用户这方 比如我们手机上可以装一些APP 然后可以24小时运行 然后一旦有一些什么视频啊 或图片下载 这个APP就可以自动扫描 然后有DeepFig的话 就是说可以Alert 那样的话用户就可以实时地知道 这个内容有问题 其实现在呢 已经有一些免费的网站 可以检视视频的真伪了 肉眼不能失败 我们就靠科技 那就拿DeepFig之前制作的这个视频 我们来实验看看好了 哈哈 你看被打脸了吧 这个视频又有水印 而且肉眼看也是会觉得有点违和的 但是它还是没有识别出来啊 哎呀 科技每天在进步嘛 对不对 就像病毒跟防毒软件一样 它就是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 这个到底最后谁胜谁负呢 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嗯好 那你慢慢等 我先去看你的视频 做好了没有 一群 嗨 嗨 金星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个视频怎么样了呢 我已经做好了 你要看一下吗 好 他说英文哦 嗯对 因为模型大多数都是用英文训练的比较多 所以英文效果会好一点 我们做这个视频呢 其实要用到两部分的技术 一个呢是声音的转换 还有一个呢是嘴型的对齐 其实我们现在有了坑的声音特征呢 我们甚至可以实时的去做声音的转换 让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坑 好 那我们现在录音 你对这边讲话就好 Hello friend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在国外 然后我有一个之前买东西的账单 马上要还钱 可是我这边一直还不过 我发你一个QR Code 你可以帮我先还吗 光听声音的话 我是真的会被骗到 但是看刚才那个视频的话 我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违和感 对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一千个人里面只要骗到一个 那就赚到了 确实如果我是Ken的家人的话 我知道他急需用钱 我真的会没有办法去分辨真伪啊 很多细节都会被忽略掉 因为技术也是在不断的提升 那他这视频做出来的精细度和真实度 也在不断的提升 然后另外呢 我们现在因为在社交媒体上 你的照片很多也都非常容易获得 你出去旅游玩 出去po的照片 包括拍的视频都可能会被作为诈骗的素材 那我不要把照片和视频放到网上 我是不是觉得安全了呢 那也并不是啊 你也会有公司主页上的照片 或者说甚至我跟你zoom meeting时候的 你的头像 我都可以用来作为深度伪造技术的素材 好 这样你把做好的视频跟音频都发给我吧 我要去骗人了 好 静心说他已经把那视频跟音频给发出去了 我来看一下 Hey friend can do me a favor I'm currently overseas I have some credit card payments due soon But I don't know if it's my wifi or the VPN here 然后还有一个音频 音频我听一听 Hello friend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在国外 然后有一顿钱买东西的账单 马上要还钱 很像耶这个 可是我这边一直还不过 我发现你跟Jaraco 你可以帮我先还吗 我去问看 E-mail的啊 听说静心发了一个视频跟音频给你 我想问你是怎么被嗨啊 你觉得我被嗨啊 那个视频 视频 OK 视频有点假 因为它的口音很重 然后就很不像你平时主持的口音 可是那个音频很真耶 你觉得哪里真呢 就因为它没有口音 然后你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讲话的嘛 你平时这样跟我们讲 所以如果我是 发这样子一个音频跟你借钱 你可能会借我钱 我可能考虑啦 然后可是我会打电话给你 先问A-是不是你 可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啦 总之你就是会借我钱 他会借我钱 OK很好 我听说静心有发了一个视频跟一个音频给你对吗 是 你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感觉怎么样 视频啊 很假啦 那东西很这样的 那声音很很快 这样又很快这样 我看了这样的视频 我剪视频我都知道是假的啦 所以你是不会被我骗的啦 你不会转钱给我 不会啦 OK 只要讲到钱 免贪 那我只好以后不要跟谁借钱 那个audio呢 audio呢 audio那个就比较有感觉啦 就有一个放进一些感情在里面讲 所以那个是可以相信啦 但是讲到QR Code就真的是免贪也是 总之钱 总是有钱就是免贪 对对对 我可以请你吃饭啦 但是别管借钱啦 但是那个audio是确实可以骗到人 audio啊 如果普通的应该是会的啦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看太多视频 应该是觉得我是不会被骗啦 那个声音真的很像 我一个人的身份那么容易就被偷走了 怎么办啊 立法跟科技是互补互称的 那么没有立法 可能就没有人要生成这个预防的科技 没有预防的科技 可能立法他就没有办法去审计 新加坡还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在立法做这方面的保护 所以如果大家一起合作的话 譬如说无论是Facebook或者是供应商 他们都需要照这样的世界级的水准来去做这样的东西 这样才会有办法让AI的管制管得更好 你看过网上那张身伪深沉的特朗普被捕的照片了吗 在网上已经有680万的浏览量了 2024年是大选年 全球有大约46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会迎来大选覆盖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 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一类的视频或者照片流出的话 完全有可能会左右选民的选择的 所以立法才是更加刻不容缓 通讯及新闻部长杨立民日前在出席全球经济论坛会议的时候 就提到了这一点 但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你有防卫我就能找到漏洞去破防 所以真的能防得住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说到了一个重点 说到底身为诈骗其实就是诈骗的一种 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诈骗 就好像我们不可能做到天下无贼一样 作为用户我们要更加警惕 懂得明辨真伪 当然不论面对什么类型的犯罪 法律就应该不遗余力的去追赶罪犯的步伐 只有立法而且要持续的调整 后续的执法才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打击罪犯 对付身为诈骗也是一样的 走进真意核心听见不同声音 身为诈骗你会上当吗 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见 你这期用很多我的理论声音 记得上调了 我本来也不想留